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玻璃瓶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日常大家可以看到 许多用玻璃瓶制作的饮料瓶和酒瓶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 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瓶制作工厂 位于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玻璃厂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瓶制造基地 工厂员工总共有400个人 犹太民族凭着先进的制造工艺 每天能够制造出200万个玻璃瓶 销往世界各地供人们使用 欧洲和中东用的玻璃瓶子 有五分之三都是这家玻璃厂生产 就连可口可乐瓶子也是这一制作的 用玻璃制作的瓶子价格低廉 经过高温演练消毒安全被污染 这极其注重产品的质量 每天约20万个瓶子被工人挑出来 可口的瓶子将被工人封好箱 运送到世界各地 而不可可的瓶子则会被堆在空地上 等待回炉 这家工厂全年无休 烤箱一刻也不能暂停 400名工人需要轮帮24小时 保持工作状态 这是为了防止玻璃硬化和堵塞设备 因为经过高温的玻璃都是液体 一停下来会令玻璃硬化堵塞机器 导致整个流水线的设备机器直接报废 许多火要声 这换衣停电了 该怎么办呢 好了下期将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喜欢的视频 关于片手发和关注哦